mathematics 各位宋师姐大家午安 ω安 年日这这是夏天 然後我們今天上課就是第二堂課 第二堂課也歡迎剛進來的同學 一起來學習楞眼睛 因為也是剛開始 所以我們還在熟悉中 熟悉楞眼睛的內容 楞眼睛的講法 要上課所以有了一些教材給各位 上一次給了一個進度表 然後就是現在這個進度表 簡單來說就是 我們安排了14堂課 來說第一卷 楞眼睛總共有十卷 十卷排出個進度表有一點艱難 所以沒有必要 排第一卷講完就排第二卷 然後第二卷講完就繼續排 排不下去就不排 這不是很務實嗎 很務實 我講的年紀已經有很多年了 這一次會比較進步 每次都要進步一點 這次最大進步就是有那個 AI協助 我上次給各位聽的是沒有字幕的 這次有字幕 那目標就是把第一卷的字幕做出來 那這個是工程很龐大 因為一個一個做出來的結果 不過應該指日可待 然後我們第一卷的話 各位要注意這個目錄是有意思的 第一次講是叫起因緣 今天第二講還會從這個地方給大家做說明 然後因為每一部佛經都有它的因緣 所以這個因緣要怎麼講 有它的特殊性以及共同性 所以我們還是要知道這個道理 才可以了解這個任言經的意思 理由是什麼 理由是任言經屬於如來藏經 各位要記得這一點 佛法有三個不同系統 第一個就是般若系統 第二個就是唯士的系統 第三個就是如來藏的系統 這個說法是根據殷孫法師太序大師 他們對佛法的研究所分析的結果 如來藏是什麼意思 如來藏意思就是 是肯定一個真心 然後跟唯士所說的旺心 跟波羅所說的空性 是不一樣的系統 所以你學習佛法 沒有搞清楚門派你知道嗎 武功不就是分武當跟少林嗎 還有其他好多的什麼跟什麼的 那你要知道嗎 你不知道的話那你就是亂來的 這個是學不到真正的武功 所以蘭元經也就是屬於如來藏的 如來藏有什麼特色 再來就是說本經有一個地方指出它的如來藏的特性 那就是見信是心 各位有沒有看到這四個字 見信是心 是經文裡面的 我給他的標目是甚麼 各位有沒有看到 就是找那個經文出來對一對 然後七出真心之後 就是望心無體對不對 對不對 第五個叫見信是心 我們把經文拿出來給各位看 那各位看到了 這個目錄就是我們上課那個 進度表所做出來的道理 那第一個叫叫起姻緣是嗎 再来叫做阿难请定 今天上课 拍的进度是讲到 佛有三问 佛有三问 那就是因为阿难请定 佛给他的问题 为什么不给答案 因为要搞清楚 他生了什么病 阿难欲解归来请定 那佛为什么不给他答案 却问三个问题 清楚吗 那要搞清楚他生了什么病 用三个问题 为什么三个不是一个 因为一个问不出道理来 要一问再问三问 确定了才给药 了解了 那给什么药呢 就是跟他说 有一个法门 叫做大首顶首任言王 了解吗 关于这个也是很有意思的 因为经文 把这个定名标出来的地方 是在阿难回答佛的问题 第一番所谓的七处真心的时候 都还没有讲完以前就给他了 所以原因他是觉得这个不太合理 他就把他移前 移前 移到哪里去啊 移到阿难请定 佛就立刻回答 定名 这个地方有很多的奖金 大师也没有很能够接受 我也觉得不是很对 所以我是按照经文的原来的排列 这一点你可以去参考我们的经文 我怎么样去显示这个道理 就是在第六页 各位都有经文本了 我给个各位 第六 第六 第六页 第六页不是 是现在胜内的一个范围吗 就是在第三行有没有 二十四尊在大众中 书金色弼 这个地方就是说明 这个定的名字 对不对 那我特别把那个经文 是不是有一个底啊 来给各位标示 对不对 那意思就是说 这个是经文的所在 那我们来看 有没有 第六页 是吗 这个是经文原来的排列的地方 不过 不过 我说原音法师把他移前 听懂吗 移到哪里去 移到阿难请定之后就给答案了 他认为这样比较合情合理 不可能在 在中间这个地方的地方 阿难回答佛就是为什么在唐中可以远见的理由 在中间就穿插了一个大定的名称 这个到底合不合理啊 你说 贸事不合理 贸事不合理 不过经文九十件 安排的理由是什么 我想 世间法有很多是不合理的 所谓的不合理是说诸葛孔明 事后的诸葛当然是有道理嘛 对不对 但是事过情迁你说事情应该怎么做 怎么发生的话 那是就理而言 就事而言 世间法很多不合理的 那我们说了 佛如果这个经是真实的一个记录 我们说真实 会不会就是他们之间都是 随意 没有所谓的剧本吧 然后阿难提问题 佛要怎么回答 不是一开始就告诉他 有一个大定 现在我要告诉你 了解我的意思吗 应该是说 佛也是在要探寻一下 阿难到底 程度在哪里 对不对 所以他佛有三问 三问以后知道他的问题了 就阿难的状况了 所以阿难都还没回答完 他就说现在胜内还没回答完 佛就跟他说 有一个定 是你应该要知道的 对不对 所以在告诉他说 就像你所说 佛在 身在堂内的话 应该如何如何 对不对 我觉得 我刚刚所说的也蛮和情的 所以既然和情合理的时候 是不是一个意思就是说 这个精明放在这里 比较适合 如果你放到前面的话 那就是阿难请定之后 我们回到前面来看 阿难请定 就是在第几页 第四页 阿难请定第四页 各位有找到了吗 好 那我们来简单看一下 就是 这里因为他请定 后面那两行 有没有 这两行 就是佛的第一问 我讲到这个地方 我会觉得 我似乎在这里还可以再切割一下 佛有三问从这里开始 这里就独立成为一个单元 叫阿难请定 对不对 不过我录音已经全部做完了 我就不改不了它了 了解吗 但是 不过话说的 这个结构我用了十年了 知道吗 我用了十年了 我到录音的时候 我才发现 感觉我还可以再修改 不过没有影响太大 就是 如果我们来看的话 就是阿难请定 与佛的三问 了解吗 还是合在一起来说 佛的三问 是因为阿难请定的 请定的由来 因为他请定 佛才问他三个问题 那阿难为什么请定 就是因为 他悔恨自己 多闻而已 然后没有真正的修行 那修行究竟是什么 就圣文佛法而言 修行就是修 修定 修定 持戒是都要持戒 但是主要的功夫在于禅定 因为禅定才可以开发智慧 那他既然说无力 无力对抗摩登前女的优惑 那表示说他定力不够 对不对 所以他回来就是要问说 是不是有一个修定的方法 那定是什么呢 他就是说 摄摩他三摩禅纳 天台中是用一心三观来理解的 所以没有摄摩他 那他就是说是空 然后三摩就是假 禅纳就是中 来问说这个定的修行 那我们讲过了 我们 我啦 我不是用天台中来讲 那这里 就不拿那套逻辑来说明 那要怎么说呢 其实就是定名的意思 这三个犯称 定的名称 好不好 摄摩他就是指 指 修指 三摩就是修官 那佛法说的禅定 就是指官 可以吗 指官 所以他为什么冒出三个名词来 因为他不知道佛所说的定 究竟是怎么修 了解吗 所以把一向所理解的定名 就有三种 第一个叫做指 指是中国话 可以吗 然后官也是中国话 最后那个缠纳就是指官不二 有没有听懂 指官不二 就是分别而言 就是光讲指 就是指 但是真理应该是见嘛 指中有官 对不对 那官中有没有指 官中有指 所以指跟官不是二 指跟官应该是什么 一 一个东西 就等于那个杯子 有一个杯盖 还有一个杯身 对不对 一整套 一整套的话 才完整嘛 对不对 分别而言的话 你就说有一个杯盖 有一个什么 杯身 对不对 那所以指 主要就是 自心一处叫指 自心啊 你的心浮动的 把它控制在一个地方 让它不动叫指 官就是因为指而能够什么 思维 所谓思维就是官照 就是洞察 所以这都是禅修的功夫 那分别就是有指有官 然后呢 指官不二的意思就是 指中有官 官中有指 这个有个名词称为禅纳 是不是 禅纳也称为什么 禅纳 禅纳也称为禅 一般我们不说 禅修 对不对 就修这个禅纳 那禅纳怎么修 第一步就是修指 第二步呢 修官 如果你指修不好 你就不好官了 对不对 那官是不是也有指啊 可是讲指就是偏于指 讲官就偏于官 那我们说了 这三个名词 色摩他山摩禅纳是梵文 可以吗 梵文 不好懂嘛 对不对 那只是音译而已 梵文的汉文音译 但是要对出中国话来说 那就是指 就是官 就是什么 只官不二 那庙是什么意思呢 庙就是说不可说 庙不可言 是形容词 然后这个庙字跟老子有关 因为《道德经》里面讲这个庙字 中庙之门 庙其实就是有的意思 庙就是有 因为老子讲有跟无 那有的意思就是庙有 那无呢 无就是虚无 那我们中国的佛法 就用了很多的中国的字 对不对 其中一个最主要就是从道家拿来使用 所以这个庙字是形容这个禅定的功夫 是庙子 庙观 庙缠纳 可以吗 然后下手的功夫就叫做 刚开始最初的时候的一个下手处 方便是方法的意思 最初的意思就是 刚开始要怎么用方法 那你看懂没有 意思就是阿难见佛顶礼悲戚恨无死来 一向多文就是他悔恨 对不对 未全道理 没有好好学习 因此他殷勤其寝 十方如来 能够成佛的道理 就是 庙摄摩他 善摩缠纳 最初方便 庙摄摩他 庙摄摩 庙缠纳 可以吗 庙字是形容词 然后 都有一个最初方便所在 请佛开示 那佛可能就跟他说 阿难你很乖 以后每天要来上课 然后先打坐一炷香 对不对 然后再拜一百万遍的佛 然后再松个金 然后呢就忏悔 然后你的功课就完成了 是不是这个法会就可以结束了 因为他有问嘛 你就有答就好了 可是佛没有这样的一个什么 刚刚所说的程序 他却开始问他问题 对不对 那问了以后 佛就 阿难就回答了 佛又再问一次 第二个问题 根据他第一个回答 再给他 所以这里就所谓的什么 佛有三问 佛有三问以后 那个进度就是到了什么地方呢 就是七处真心 七处真心 那七处真心 刚刚说了 因为阿难在回答的时候 佛都没让他讲完 就说了 这个金要准备要开讲 就是讲一个定 对不对 因为你问定嘛 因为你在问请定 你在请定 那我就现在告诉你 这个定的名称 然后这个是 第一段跟各位先说明的部分 那后呢 这个定啊 刚刚也说了 因此 跟这个题目 就是金题有关系 我特别要让大家记住一点的就是 金的题目 金的题目一般来说就叫做任言君 上次有提过了 我也记得了 但是我说了 任言君 并没有把这个金的名字 足够的呈现出来 理由是什么 因为任言两个字 是完整的说法 是守任言 守任言是什么意思 我今天补了一个讲义给大家 我们来看看 先看一段 刚上次也提过了 所以各位要把这个事情要了解 基督的 就是全名叫做大佛顶 如来密音 修真了意 诸菩萨万行 守任言经 你看到就是守任言十个完整的什么 完整的名称 但我们只是简单化 就像《唯摩戒经》也一串的名字 各位知道吗 我《唯摩戒》所说不可思议解脱经 但是中国人很喜欢简化 最后简到不是唯摩戒经 是唯摩经 听懂吗 唯摩经 我听过就是老法师说 唯摩根 广东话唯摩根就唯摩经 唯摩戒才完整你知道吗 然后唯摩戒什么意思 唯摩戒也是梵文英语 他的意思是清净的意思 唯摩戒就是清净的意思 所以 任言经跟唯摩经不是一样简化吗 简化到就是你懂我懂就好了 不用讲那么复杂 但是我们因为不懂任言经是什么 所以我们需要把这个经名背起来 知道吗 那背起来 所以我的教材一定会给各位 把这个经的题目啊 要记起来的 大佛顶如来密音 修正了意 诸菩萨万行 守能言经 对不对 要把它记起来 所以那我们就是刚刚那个地方 大佛顶就是批语 批语这个经就是至尊至高至贵 是不是 因为佛是至尊嘛 对不对 也是至贵 那佛之顶就叫佛守啦 佛守是贵宗之贵 是吗 然后是这个是大大的佛顶 那个大当然也是形容词 其实大字也是什么 名词 所以这三个字 大佛顶一方面是形容词 一方面也是经的本身的所在 那后面说到的 它是成佛的密音 这个密音是什么 这个密音就是如来葬心 如来葬心在第一卷里面说的是贱信 然后在后 贱信是因为它是在贱道分说明的 经典就是分成四个单元 第一个叫做贱道 贱道什么意思呢 就是修行要首先 首先悟道啦 明白修行的道理叫贱道 然后第二个叫什么呢 修道 修道在文性 贱道在贱信 那第三个是什么 正道 正道 然后正道就会说 五十二个菩萨路 这些 这些道理 第四个叫做什么 建道修道 建道修道 正道 助道 第四个叫做助道 助 帮助的助 助道讲什么 五十一魔 就是修行的各种的 各种的可能发生的魔境 所以 建道 所以建道修道 修道 正道 最后一个什么 助道 那人眼睛的十卷就是分成四大部分 那么我们第一部分讲的是建道 建道就是从第一卷讲到第四卷 前半 多不多 要讲多久 我看没有一年不行 半年 半年不行 我看要一年 一年才可能把前面的四卷讲过 对不对 然后我们现在也讲 只讲前面的第一卷 第一卷讲什么 第一卷其实就是讲见性是性 那四个字要记得 见性是性 那个性是什么性呢 如来藏性 固然经文有说这个是真性 那是说如来藏才是真性 可以吗 那为什么说这个是要 这个叫真性 因为阿兰以为 眼睛看到的 心里能攀缘的 那个是心 有没有听到 眼睛叫目 所以眼睛看到的目见 目见不够啊 目见只是照镜而已 那需要有什么 有心 心是什么心呢 分别的功能 这个心 就是第六四的分别心 那中间有一个眼视 各位知道 有眼根 就是有眼睛了 所以眼根 跟摄成的接触 知道吗 就有眼视的作用 所以 唯诗学说的所谓的一个分别 就是 根层生世 对不对 根层而生世 那 凡夫其实也是这种 这种理解 因为我眼睛看到了 对不对 然后 他不会说中间有个眼视作用 凡夫没有那么仔细 听懂吗 他就会说 我心里能分别 那见的话 我就知道了 对不对 不管 唯诗的说法 或凡夫 刚刚所说的认定 这个称之为 知之所在 这个称之为 我看到的话 就能眼睛而言 这个是假的 所以 佛说这个是妄心 了解吗 不承认的 不承认的话 他会说 你不懂真心 听懂没有 你不懂真心 所以 首先就是把凡夫 所以为 有一个心 这个说法 予以否定 给他推翻 懂吗 懂吗 那既然如此 阿兰一定说 我不懂 他说 我一向都以这个为心 对不对 大家也是以这个为心 有没有道理 就是因为我看到了 首先我先看到 再来我的心能分别 所以这个就是心 你说这个不是心 这个不是真心 你说我这个是假的 对不对 此非真心 说这个是虚妄之心 那佛要开示 阿兰 那真心在哪里 或真心是什么 对不对 答案是什么 见心是心 什么意思 人见那个主体 了解吗 是心 这个心是什么心 刚刚说了 如来葬心 可以吗 那以此而类推的话 是不是也有 能闻之性才是心 因为刚刚不是说吗 能见之性是心 那有所谓的 有所谓的 在眼为见马 就见性是心 那在耳呢 闻性 那在鼻呢 修性 那就会说修性是心吗 答对了 我记清楚没有 那如果蛇呢 藏啊 藏性是心 OK吗 那在生呢 促 修性是心 那如果是在意 意呢 意性是心 那从见性是心 是不是有六个答案 好 分别而言就是 见闻 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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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新再来好不好 六个 见闻 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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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法或中國的話比較喜歡簡化 就把中間三個變成覺悟的覺 了解嗎? 見聞覺知 其實包含的就是六根的分別能力 在哪裡啊? 在心,心是什麼心啊? 如來葬心 這個觀念很重要 因為讀懂那眼睛就在這裡 就在這裡 它主要是打破我們 因為目見心知的謬物 目人見 聽懂沒有 但是所見有限 你現在窗臨給我關起來了 有沒有 你看到窗外的東西嗎? 那你心裡知不知道窗外有功成啊? 那你看不到為什麼知道? 因為你有經驗 對不對? 所以 心的分別不一定是攀遠目見而來嘛 是不是? 心在攀遠過去的經驗嘛對不對? 如果你沒有這個經驗 你沒有攀遠的對象 你還是不知啊 那我意思是說 目見是不是有限制? 因為關起窗臉也看不到 但是你有了經驗以後 這個障礙不成為障礙 可是你沒這個經驗的話 心知不能攀遠目見啦 心知也不能攀遠任何經驗的話 你那個心知 會不會也是不知 第一次來的人 沒看過對面也沒這個經驗 沒看到對面 你知道對面是什麼? 功成嗎? 不知道嘛 那意思是什麼呢? 目見心知是不是有什麼? 有條件知知 這個條件就是要人所相對才能成立 完成他知的功能對不對? 沒錯吧 如來張心有沒有這個限制? 為什麼? 為什麼沒有? 你要懂這個道理 如來張心 見心是心嘛 這個心非根 然後呢 非成 你怎麼知道? 你怎麼知道? 君文告訴你的 知道嗎? 我們來看好不好 好 第十五頁 第十五頁 這個經文的十五頁 在見心是心 第一段 如來在問 魯江誰見以後 然後 阿蘭就回答了對不對? 然後這段的回答的經文給了一個題目什麼意思啊? 幾個字啊? 四個字 什麼字? 離根有見 離根有見 告訴你 如來張心需要靠眼根 眼睛啊 這個根是眼睛啊 這個根是眼睛啊 需要靠眼睛才能有見嗎? 需要嗎? 有沒有看到? 看到經文 十五頁有一個標目 右邊有一個二對不對? 離根有見 離根有見 是嗎? 好 見信是心 他告訴我們 什麼叫做心啊 什麼叫做見啊 離根有見 剛提了一個舉例說 你現在看不到對面嘛 因為那個窗簾拉起來 你用你的如來張心來看看 你看到嗎? 你不是用眼睛看的你要注意喔 你因為你眼睛只看到窗簾 但是離根有見你依然看到 你懂這個意思沒有? 好 你要先懂喔 如果你不懂的話 這個該怎麼辦呢? 我也不知道 因為我懂 可是我要讓你知道這個道理 第二個 你再看後面十六頁 是不是有一個離成有見? 那請問你離成有見 是怎麼樣歸納出來的? 這是我十幾二十年用功的心得 因為經文後面有寫 因為經文後面有寫 如是見心 視心 非眼 對不對 然後 我們歸納出來的一個結論就是離成有見 然後前面說的前程之案 見何虧損對不對 我們歸納出來是離根有見 好 好 見其實離不開根層嘛對不對 如果說離根離成而有見的話 這是什麼見? 如來仗見 聽懂沒有 然後 既然離根 聽懂了吼 既然離成 他沒有說離世啊 他沒有說離世 那會不會也是離世? 舉一反三為什麼也是離世? 因為根層是同時是存在的 有根有成就有世對不對 現在離根離成 會不會也是離世? 好 那我們說了 根層是稱為十八屆 在十八屆當中 有根層是的分別作用對不對 所以 為世事件說了 三者 缺一不可 那麼才稱之為什麼? 知之所在 見之所在 但是 但是 如來仗說這個都是 這個都是什麼? 虛妄的 虛妄的 然後呢 所以 不要執著於十八屆的分別作用 不要執著於十八屆的 任何一法當中 依然有見 那個才是 才是真見 你有聽懂嗎? 聽不懂沒關係 邏輯又建立起來 因為我們可以回到前面來說的 是說 第一個關鍵就是 見性是心 好不好 見性是心 那個心是什麼心? 如來仗心 然後 第1卷講的就是 講的是 見性 這個觀念 第1卷講的是見性 從見性來悟心 可以嗎? 你現在沒有悟喔 你現在連聽得懂都聽不懂喔 有關係嗎? 沒關係 沒關係 你只要記得就好了 記得 因為悟的話 還需要功夫嘛 你要記得 剛剛給你的提示 見性是心 心是如來仗心 然後第1卷講的就是 從見性來悟心 從見性悟心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從眼根 之間 來體悟這個 見性 那眼根 就是眼珠啊 眼球啊 眼睛啊 那個看的話 只是一個 一個照鏡的作用 你知道嗎? 照鏡 你聽懂那兩個字嗎? 你沒有眼睛的話 你就不能夠分別那個什麼 色塵 對不對 這個 這個叫眼睛什麼 class 也是眼睛的一部分啊 因為可能老花眼睛是眼對不對 所以 他的 這個叫做色塵 跟這個 眼睛 眼睛 眼珠 都是什麼? 色塵 都是色法 色法會 老化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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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是會 也是 少了一塊的 你知道嗎? 為什麼? 我 這不是我的眼睛 我接來用的 把它拿掉就可以用了 所以呢 所以什麼意思啊? 看 所謂的見 並不是 這個眼珠本身嘛 不過 從這個眼睛、眼珠、眼根 的 出發 來覺悟的話 有一個叫做見性 你知道嗎? 有一個叫做能見之性 那它是什麼? 它是如來葬心 聽懂沒有? 如來葬心就是 離根有見 你要注意囉 剛剛說過 離成有見 那你現在也看不到對面是什麼嘛 你依然有見 對不對 所以 也是離世有見 對不對 先見懂就可以了 先見懂就好了 因為第一卷最主要就是要把這四個字講清楚 見性是性 那因為那個見代表了就是六根之枝 的 分別作用 就是所謂的 一個生命 一個生命 它有六方面的能力 達到知的結果 就是眼睛能夠看 對不對 稱為見 耳朵能聽 就叫聞 鼻子能嗅 就稱為嗅 舌頭能夠分別 長 就叫長 那生能夠接觸而知 就叫觸 意根 能知 就叫知 那既然剛剛說的六個經文 對不對 秀 長 觸 知 有沒有 那我們就說了 他都是因為有一個根本的主宰或主體所在 這個稱為 如來臟心 你要懂這個如來臟心 這個心才是真心 可以嗎 那我們不懂這個我們以眼睛的 看見 看見 眼球的看見 然後心裡的 攀緣 分別 為之的話 目見心知 聽懂嗎 那四個字 是虛妄的心 那凡夫以虛妄為心 那凡夫以虛妄為心 就是不知道這個 這個結論呢 因為阿蘭回來 被佛一問 他說 他就是 第一個問題 我們現在簡單說說 問他 當初為什麼出家嘛對不對 他就說他看到佛 這個 相貌莊嚴 這個看到本身就眼睛看到了 很莊嚴這個價值判斷的心 心在分別嘛對不對 那所以就問他說了 你的眼睛在哪裡 你的心在哪裡 他說眼睛就在臉上 心呢 心就 在哪裡啊 在身體裡嘛 所以 佛 覺得 佛就認為 他就是以目見心知為心 然後就跟他說 這個心 要討伐的 各位有看過經文還記得嗎 這個心要討伐 既然要討伐這個心就不是好東西嘛 有沒有道理 阿蘭 聽不懂 他言外之意 他還撒有其事要跟他 跟佛說 心在哪裡啊 心在身內 沒有解嗎 那身內對不對啊 照著大家的輿論就是說 因為後面都說無有是處 所有人都一直說 心在身內不對 說這個是攀緣心 以至於所有人都不敢認身內有心 你知道嗎 我認為 心在身內是沒錯的 只有錯在哪裡呢 錯在執著心在身內 對 那什麼意思啊 因為 如果此身 非心 此身無心 此身為何物 那回到一個問題啦 剛剛不是說過嗎 健性是心 健性是心 然後呢 離更有 健 也什麼 離成有健 他是說離更有健 可是 並非說 不要更啦 離更是什麼意思啊 離更是說不執著於更生 而有健 阿彬博士說否定了更生的存在啊 那到底更是 是有還是沒有啊 非有非無 如來藏心在哪裡啊 如來藏心是在十八戒七大中 對不對 什麼意思呢 你還是需要從十八戒七大去 悟心 但是 不是執著於十八戒七大 這叫如來藏的意思 因為 十八戒七大都是 生滅 去來 各位了解什麼意思嗎 你年輕的眼睛跟現在年老的眼睛不是同一隻眼睛嗎 但是一個叫老花眼了對不對 金師眼了 所以他是不是生滅出來 但是生滅出來當中是有他 有他 不變的 不動的 不動的 那個叫什麼 如來藏心 對不對 佛 十八戒 十八戒七大 因為都是你的 哪一個更重要啊 都很重要啊 所以不能夠什麼取捨 不能夠取捨 他是一個整體的 如果把你眼睛挖走了 耳朵切掉了 對不對 那就不是你了 是不是這個意思 可是眼睛就是不同耳朵 耳朵就是不同眼睛 他們是個別都有他的獨立性 可是獨立當中 他們也是一體的 就等於夫妻一樣 是不是 夫妻一樣什麼意思啊 就是一家人 分別而言 那就是夫是夫 妻是妻 那我們就說了 有一個 統一的說法 然後 超越了他們的一種 分別的 作用 所以 這個我們稱之為 如來藏心 提倡這個如來藏 的說法 那也就是 後來 大聖佛法的主張 那眼睛就是如來藏的經典 那要懂這個 你才可以知道 這個經 究竟對我們有什麼意義 因為一般人 就是 就是以虛妄為心 虛妄的意思就是 尼根有鑑 尼臣有鑑 尼釋有鑑 那 不是 不是尼根 我再說一次是 依根有鑑 剛剛是口誤了 依根有鑑 依臣有鑑 依釋有鑑 對不對 但是 因為一的結果 所見就有鑑 對不對 所見有鑑 這個鑑本身就是 不同程度的虛妄 也不是真實的意思 阿蘭 阿蘭 最早 這個故事開始就是因為他去 什麼 起始 遇到 摩登前女 然後 無力 拒絕 然後 被佛救回來 無力拒絕 無力拒絕其實也就是 他先於那個 沉浸當中 他自己的修行 沒辦法面對 所以他要回來 重新再請求修行的 方法 就是如何修訂 可是如果他不知道 他以攀緣為新 以木劍為劍 劍的話 那再給 方法 還是沒有 沒有作用對不對 必須先把根本 要找出來 根本在哪裡呢 那就是要懂得 劍性是新 懂如來葬心 什麼 那這個 地方就是 劍性是新是 第一卷的一個核心的眼目 知道嗎 然後 以這個來修的話 那個叫做 守論言定 聽懂嗎 守論言什麼意思 各位不知道對不對 守論言就是不動的意思 你知道嗎 守論言就是不動 所以 劍性是新 第一個標目 什麼說法 劍性不動 什麼叫不動 做得好好的 做得好好的 不會動外溪倒的 叫不動 在當兵的時候是說 肩膀要夾住了 你知道嗎 吃飯時間吃了 沒有講嗎 還是真的 我還記得要夾住了 跑步也要夾住 對不對 這個叫不動 這個叫不動 任言經的不動 什麼不動 哪裡不動 心 蛤 心心在哪裡啊 你好會說 心在哪裡 上次我問了一個問題 我說我們聽經比看經 對不對 有用 然後還問你說 你是用眼睛 讀經還是用耳朵讀經 那個師宋沒來喔 他回答我說是什麼 用心 你心怎麼讀啊 你同樣說了 心不動 那你心怎麼不動 你把那個心找給我看看 心在身內嘛 裡面的心臟不動 佛會問你 心在裡面 那在肺部 還是在胃部 肺部有心嗎 回答我 肺部有心嗎 有啊 如果沒有呢 此生此胃 此肺為何物 聽懂沒有 那如果心在肺部的話 那胃部有沒有心啊 還是有 是同一個心嗎 那你的心可多了 死意有沒有心啊 這個就是 如來賬心 聽懂沒有 什麼意思呢 剛剛說了 離根有見 離塵有見 對不對 然後我問你呢 你的肺 你的胃 是根還是 是塵啊 塵啊 塵 為什麼不是根啊 根啊 那為什麼不是塵呢 你說根我也會問你 你說塵我也會問你 其實 非觀根塵 也是根也是塵 可以聽懂了沒有 這個叫如來賬心 因為如來賬是騙於一切法 又不是一切法 對不對 那我再問你一個問題 一切法怎麼來的 就所謂 十八節七大怎麼來的 你知道嗎 分別而來 誰在分別 我們在分別 你為什麼要分別 因為我問你 所以你需要分別 那你不分別他不存在嗎 還是存在啊 那你分別了他就存在嗎 他沒有因為你分別而存在 也沒有因為你 不分別而不存在 所以分別不分別都是什麼呢 都是我們的作意 對不對 有作意沒作意 你有聽懂如來賬的意思嗎 如來賬在一切法 一切法就是萬法 對不對 然後 又不執著於一切法 才知道 那你現在回到那個問題來回答說 心對不對 心是什麼 心就是根 可以嗎 心就是成 可以嗎 所以 我們剛剛說不動嘛對不對 回到剛剛問題來問 什麼不動 你說心不動對不對 不是心不動 不動於沉 不動於根 好我問你一個問題 你 你看到嗎 你用眼睛來看 你用眼睛來看 那是因為 你有眼睛所以能看到 是這個理由嗎 不是 不動眼睛都能看 可以嗎 然後不管你看到什麼 或沒有看到什麼 依然 是看到什麼 這叫不動 可以嗎 見心不動喔 不動什麼 不動於根 不動於沉 可以嗎 如果還聽不懂也沒關係 因為進度還沒到那裡去 我們 就講這個 什麼 見性是心 是我們上課的主題 你知道 見心 能見之性 就會有人文之性對不對 就六個 不同的 不同的一個 生命體會 都有它的一個 不變性 不動性 不動性 你知道了 見心 代表的是不動喔 那不動於什麼 不動於根 不動於沉 意思就是說 不管你是用眼睛來看 耳朵來聽一樣 來聽 都是一樣的 那個叫不動 那不管你看到的 或你所聽到的 都還是一樣 那個這個叫不動 我們會不會因為看到的 聽到的 而有 以為有不同啊 會嗎 會嗎 為什麼會 因為就現實而言 有一句話說 百聞不如一見 是不是 意思就說耳朵不如眼睛 那所以我們會不會很依賴 感官的經驗 我們也很 依賴過去累積的 一根的經驗 所以我們是不是有很多的 成見 或有很多的經驗 是不是 所以 我們以為這個是什麼 叫做智慧 這個是世俗的智慧 你不能否認 可是現在我們講一個不是世俗的東西 超越經驗的 超越感官的 也超越什麼 現實的 所以 離根有見 離成有見 那個見 也是說離根有文 然後呢 離成有文 有文 所以 他是對於現實的 十八戒七大 都不執著 而依然有自己的 一貫的 一貫的 自己 稱之為什麼 如來將性 他是不動於成 不動於根的 不動於事的 所以 不動是個很重要的概念嘛 我剛剛問你了 你什麼不動 現在再回答一次 現在再回答一次 對呀 你說你心不動嘛 對不對 那你心在哪裡不動啊 現在能回答嗎 你在哪裡不動啊 屁股坐在椅子上 你心在哪裡不動啊 屁股坐在椅子上 也對喔 雖然是說的是屁話 但是也對你知道為什麼對 對 因為不動 因為不動 是有一個 有一個不動的所在嘛 他說那個坐在椅子上面的 就是屁股就是根啊 不動於根啊 然後呢 椅子呢 那有些人 椅子踏殺來 他依然是 風於泰山之前 耳邊不敢容對不對 疊了就什麼事沒發生就爬起來了 那萬一你在走路的時候 衣服的 扣子掉下來 那不是很狼狽嗎 沒什麼狼狽就立刻掛回去就做 該怎麼做就繼續做 不就不動嘛 所以是不是真心不動啊 你覺得呢 堅持體會可以嘛 所以 你 堅信不動就是真心不動 就是如來將心不動可以嗎 不動什麼 不動於萬法 不動於根 很難吧 不動於沉 你看看如果你 你手機丟了 你心裡會不會慌起來 老婆跟別人跑了 你心裡會不會 很開心還是很悲哀 不知道了 心動不動啊 心會動嘛對不對 所以呢 你去健康檢查 從八變成十二的話 會不會心也會 會冒冷汗啊 還是說從十二變成八的時候 就心裡很開心 有沒有動啊 有動啊 但是現在告訴你真心不動可以嗎 什麼意思啊 不動於萬法對不對 外面世界多麼的混亂 你依然是很定啊對不對 然後呢自己的問題一羅框 依然很定 這叫什麼 真心不動 那既然真心不動的話 你是不是找到真心 去哪裡找到啊 從見心找到 從哪裡找到 從文心找到 從文心找到 從 吃東西會不會也找到啊 文香會不會也找到啊 所以說讀書可以找到嗎 還是可以找到 所以一切法都是什麼 都是找到真心的道路 就是二十五個元通啦 就是 陸陸皆是什麼 歸家之路對不對 這個叫任遠鏡 任遠鏡從這個地方來講的話 它超越了萬法的虛妄 然後 體會到它的不動性 不動誰不動啊 真心不動 真心要不動在哪裡 在哪裡不動 在萬法中 悟 不動 知道嗎 所以 第一卷 第1卷最後講那個什麼 講那個 佛又在變魔術了 就放光 怎麼佛羅勒 他一回又在佛的左邊 一回又在右邊 放一道光 那阿蘭就是左顧右盼了 佛問他為什麼 頭轉來轉去 他說因為 因為什麼 因為佛你在玩魔術 所以我就叫著你 那個左邊右邊轉來轉去 那你 你頭有動 心有動嗎 這個問題能不能回答 一般人 就會說 不知道嘛對不對 阿蘭可是說 頭有動 自動在動 但是心有沒有動 沒有動啊 沒有動啊 所以 真心不動於塵對不對 對不對 真心不動於塵 這個叫不動 那我要 其實說那麼久 說一個道理而已 久學說不動的話 那在什麼 什麼地方不動 那就說在塵中不動嘛 那在什麼地方不動 就根中不動 那在什麼地方不動 就在 四中不動 所以在什麼不動 在七大中不動 所以七大十八界 接人不動 這個叫真心 所以這叫守論言 可以嗎 因為守論言的意思就是 一切究竟而堅固 然後呢 眾生因為一切未曾究竟 有生滅去來 曾住壞空 種種 不堅固之相 不堅固就是會動了 會動搖的意思 諸佛與 是科其大 一切事已了 知其非因緣 非不因緣 非自然 非不自然 本如來張 妙真如性 你可能不知道 這四句話的意思 現在不管它了 但是我剛剛講那麼多 就是本於如來張心 不動的本質 叫做妙真如性 是不是 真如性 真如就是那個不動的 真心 然後呢 清淨本然 什麼叫清淨本然 清淨就是 超越 根 超越成 超於是 超越十八戒 其大叫清淨 所以它就是 非根 非成 非是 非其大 所以叫 清淨 可以嗎 你有聽懂嗎 所以這個是本然 本來面目就是如此 叫本然 可世間 你說它是不是 十八戒七大 依然是喔 你不要說又不是喔 依然是 然後呢 它是周篇於法界 無意四可原 就是說不是十八戒七大可原 常住於堅固之地 這樣理解 叫守任言大定 知道嗎 然後呢 這個守任言大定的英文 而不是英文 梵文 我不會英文 我也不會梵文 這個字我後來補上來的 上次給各位講沒有這個字 然後呢 任言經就是講這部經典 因為它是我們 學佛的密因 修行的了意 還有菩薩修行的萬恨的所在 可以嗎 就是說修行是 要找到成佛的密因 要找到修正的了意 要找到修行的各種的方法 這樣的一個經典 就是守任言經要談的道理 那密因就是秘密的什麼 正因 那麼修正的是 一了百了了生死之意 的意思 然後 萬恨就是 十八戒七大一一法 就是修行的道路 所以是 菩薩修行 之道 所以稱之為菩薩萬行 那這樣的話是 像佛一樣的尊貴一樣的偉大的經典 所以是 大因 大義 大行 然後呢 大經 大經 是不是 那所以 要悟這個經典 叫做 我見性是性 我見性是性 就是最後再來看這個 這個脈絡 我們剛剛講了 從照起因緣 談到請定 然後佛有三問 就是 阿難回答 所以是 起初真心 佛說這個心 不只無處 而且是無體 不只無體 而且是非心 聽 聽懂嗎 剛剛佛說的三個 一個是 無處 第二個呢 第二個呢 無體 第三個呢 非心 有沒有 無處 七個都 不是 然後呢 因為它是假的 所以 沒有體 不只是沒有體 根本就是 不是心 就是 把阿難的心 打了 天邊一樣遠 莫需要的東西 所以 阿難在問 那佛你說啦 你說那麼久 我都聽不懂 什麼是心 他說見心是心 那見心不是心的心在哪裡 在不動中 知道嗎 那眼睛 第一卷 是不是很精彩 不是很精彩 這個結構 要記起來喔 這個結構要記起來 那從哪裡記起來 就是我們 我們 那個目錄 那個目錄 目錄 要背起來 就對了 這個 這個經文文本 前面有一個目錄 對不對 我們需要把 你不被 你不被 不可能聽我就 就懂了 所以 我用了 30年才把這個 結構做出來的 這一次講的一個心得就是 剛剛所說那段話 我把 我把見心是心 講出 我的體會來了 所以 各位思考一下 這個問題 有沒有道理 講了太久了 講了太久了 我們都很累 我們需要休息一下 我們就用剛剛 聽的經文 來說一個 學習的方法 剛剛 所練的部分 就是 從教企因緣開始 然後 我們要熟悉 經文的結構 然後 簡單來說 就是讀到會背就對了 你不相信 不一樣 四肢是 那個十八戒的問題 七大的問題 但是 如來將心 從來不動啊 不動於十八戒 不動於七大 你知道為什麼 因為你的十八戒七大 是 變化當中 那個是 相 就是人有生老病死 生老病死是相 然後 相中悟性的話 性是不動不變的 這個為什麼 會是真理呢 就是要去了解 任眼睛就告訴我們這個 道理 而覺悟 就是 真懂經文 就是 你能夠把經文 讀到通透到 你會背 所以 會背的意思是 就是 你 我就問說 是用眼睛看的 而用耳朵看的 你懂得解嗎 耳朵怎麼可能看啊 耳朵 應該是聽啊 但是聽的結果就是看到語 一樣 那就是說 你用 眼睛看也是用眼睛聽到的意思 所以這個時候有眼睛耳朵的不同嘛 有聲音跟 跟色塵的分別嘛 應該是沒有 只有一個 一個道理就是 你懂了 懂了經 經就是你 對不對 然後呢你就是經 那在哪裡懂 就是在熟悉當中 所以 認定的話 你就給他花個 10年20年的功夫 你可以帶著這個功德離開啊 你會遺憾嗎 你帶著這個功德 離開你會遺憾嗎 只要你有發願的話就不會啦 你可能下輩子再來繼續修這個 對不對 還是說你就到極樂世界去修這個 所以要找到 找到方法才行 找到方法的話 那這個就是 只日可待 找不到方法的話 那就是 東聽聽西看看 聽了半天 看了半天 依然是 不知道 不知道身在何處 那這個地方 可以 來思考一下 為什麼有這個結果 就是 熟悉的結果 會讓我們 覺悟 所以 經文的結構 要先 建立起來 那我 私個人的一個 看法 就把它 做了 一個 所謂的文本 對不對 然後又做了一個所謂的分析 我們回到那個經文來說的話 剛剛你聽那一段話叫做 教起因緣 然後就是 一個說明就是 來這樣子叫 升起的 背景 然後說明 六成就的 通緒 然後 一般來說大概 六成就就念念那六個明目就過場了 就結束了 我們上次也也提到這個 六個因緣的道理 我們今天就不再重複 然後就阿蘭玉節 我們今晚就在念它那個內容 那我們就 看看這個 郁節的 的部分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四羅法城 奇幻金色與大比丘中 千二百五十人聚 見識無漏大羅漢 他一開始是說來 參加法會的 就先從 先從 從聖門弟子開始介紹 對不對 那這些 大羅漢 其實 也是菩薩 然後 他們 他們已經是 非常有成就的 修行人 那麼 佛子住持 善操諸有 人於國土 成就位移 從佛轉輪 妙看遺囚 嚴禁瓶 洪泛善界 應生無量 賭託眾生把其未來 越諸成類 這是一段 這一段是在對於 大阿羅漢的一個描寫 這裡有些 有些 名相 其實也不難了 都可以 找到 諸解來 來核對了 然後 毗離是 毗離是 戒律 好 然後 三界是 什麼 色界 遇界 色界 無色界 然後 越諸成成類 就是六成的負擔 從佛轉輪 是幫助佛 弘揚佛法 所謂的轉法輪 有說佛 成道以後 三轉法輪 三轉法輪 就是說 一而再再而三的 弘法 然後 成就位移 位移是 他們 四位移 就是行住坐卧 所謂的位移就是坐有坐的樣子 走有走路的樣子 然後呢行住坐卧 卧就是 睡覺也有一個樣子 對不對 所以 凡夫是散亂的 但是 修行人是什麼 收拾的 所以有所謂的 位移 然後 無漏就是 已經沒有煩惱了 所以 是大阿羅漢 羅漢是 身文佛法的 事果 是最高的境界 而且 表示非常高的程度 叫做大阿羅漢 然後 齊明曰 這些菩薩有哪些 就一一介紹 瑟利弗 瑟利弗是 智慧第一 摩赫目見年 那是什麼第一 神通第一 神通第一 摩赫居施羅 然後 富羅那弥多羅尼子 虛菩提 幽婆 尼撒陀等 而為上手 是弟子中的 領班 領頭的人物 叫上手 佛 還有更多的 辟知佛 無學 辟知佛 是 無佛而獨 獨自學習 而能夠 悟道成佛 叫辟知佛 已經不在有學了 不在學習的範圍 所以叫做無學 還有很多 初心的 修行人 都一起來到 佛這個 地方 佛之所在 這個時間是屬於 比丘 在 夏天的時候 要獨居 然後要自我 自我修行 自我檢討的時候 就修下 自 自 然後 又是大家 屬於十方的菩薩 屬於十方的菩薩 都要來 知覺心意 心中各種的疑惑 要來諮詢 來決斷 那 信封 慈言 就是 慈言是指 釋迦牟尼佛 然後呢 很恭敬的 敬仰的 去尊敬 向釋迦牟尼佛 請法 要請求 修行的秘密的道理 將求秘密 然後 這個地方 就是所謂的 法徽的開始 有六個 因緣同時具足 稱為六成就 然後 今晚因為見被 被肯定下來 所以這個稱為 稱為什麼 通緒 當時啊就是如來 富作燕安 就是做得好端端的 在會中 為大家準備要 宣示深奧的 佛法的道理 這個法言清重 法言就法習 然後有很多 很出色的 會中 然後得位成有 讚嘆這個法會 這個道場的莊嚴 佳麟是一種 鳥 它的聲音非常美妙 就是 描寫 描寫這個法會 的法音 就像佳麟鳥的聲音一樣 偏於十番的法界 恆沙的菩薩 就是很多 恆河之沙之多 的菩薩 來到 這個道場來聚集 文殊施力 菩薩就是 上手 就是 領頭的人 當時啊 當天他說了有一個特殊的活動 就是幫波斯利王 為他的父王 惠日什麼意思啊 惠就是 生月明死月惠 有沒有 其實惠也是明的意思 但是 就是死亡以後死去了 那個 惠稱他的名惠 所以叫做惠 就是他死日的意思啦 我們這樣說 有生日對不對 生日就是人活著嘛 惠日就是季日啦 然後 就是 營災就是 煮 煮菜 煮飯 這有意思喔 這個字讓我想到 他說營災對不對 沒有說 如果 他們什麼都吃的話 應該不是營災呀 應該是 換一個什麼字比較好啊 營災很清楚就是 做的是素食嘛 所以 楞嚴禁是吃素的 知道嗎 一開始告訴他吃素的 波斯利王知道要請佛吃飯的話 就是供應再飯嘛 對不對 所以 說這個經典是中國製作的話 我也覺得 不無道理啊 不無道理 後面他也提到 一個 修行 就是要吃素的 四個清淨明慧 一開始就有那個 那個 該怎麼說 告訴我們他的道理 對不對 因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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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 佛 後面說的 佛賜 文術 施力 分領 菩薩 阿羅漢 印珠 加一族 對不對 他們跑去 跑去 施祖裡面去什麼 起食的話 施祖未必煮什麼 煮素食嘛 對不對 所以特別說營災這兩個字 頗有聖意 知道 然後請佛工業 這個字也叫做工業 那我們說了要熟讀的話 聖經要搞清楚嘛 對不對 對不對 所以不懂的話要去查 查字典會很難 有些字查不到 桌上 有一本 那個讀音 然後呢 各位需要自己可以去 那邊 三樓去請 我要讀這個音很難的 為什麼 我是外國人 我是外國人 講國語嘛 除了 除了音不準以外 還有字 認不得嘛 不過我現在 國語的音 國語的字 比廣東話還要熟 因為有些字要我去查 廣東音 還要我有一番功夫啊 然後 要讀了通讀的聖 還有那個斷句也是問題 你看 十波神力王 為其父皇 惠日淫哉 有沒有 中間有鬥號 沒有啊 會不會見比較好啊 還是說 十波神力王 鬥號 為其父皇 鬥號 惠日淫哉 你可知道 我讀了那麼多年 讀到 每一個 每一個鬥號都 應該要有一個道理 才可以 不過話說的 有些 還是 還是 因為心情不同 讀出不同的味道來 你試試看 你要能夠把這個 從頭到尾讀一次 是很難的 我敢說 所以你能夠讀出來 讀到 確定了 你是不是 心裡有一個 有一個譜啊 所以 讀出來是很重要 就是那一句話 所以就是說 要用 宋經的方法 把它讀到一個 你認定的版本 請佛工業 就是說 請佛到宮廷來 用哉 然後呢 親自來迎接如來 而且 廣遜真修無上廟位 還有就是 請 請那個 諸大菩薩 親眼 親自 去迎接 延攬 他們來 用茶 用茶 那還有 城中 有 其他的 長者居室 也是 在這個 時間 請大家來吃飯 請出家人 僧侶來 吃飯 然後 等候著 佛 大家一起來 印工 那個印是 印工 因為 他們要請吃飯 那 這個就稱之為甚麼 經文的背景 對不對 當天有一個法會 當天有 國王 還有那些 長者居室 要 請大家吃飯 所以大家就 跑去啦 因為佛 還有很多 菩薩跟著佛去 去摩斯尼王 家裡用餐 所以 後來佛知道事情發生了 就 匆匆忙忙就趕回來 就說了這個故事背景 那第二段就提到 阿蘭的 玉劫的 遭遇 所謂玉劫就是 不是被打劫 是遇到 桃花 桃花劫 別人叫桃花什麼 桃花 孕 凡夫叫桃花孕 修行人就叫桃花劫 所以同樣的 遭遇有不同的 什麼判斷 因為他是修行人 對不對 那我們 就是要看看啦 就是 佛早就已經 赤的意思就是 命令的意思 有命令的意思 那好聽一點叫吩咐啦 其實就是 就是 著令 文殊菩薩 分頭帶領 大家 去 印族 災族 就是 因為那些災族 就是 準備大家要 吃飯 所以要印工 就是 只有一個人 脫隊 就是阿蘭 因為他 先前受到 別人的邀請 跑到好遠的地方 遠由未還 還沒回到生團來 就不再 來不及 那個黃 就是 來不及 排班 排到 那個 行列中 你知道當兵一樣嘛 對不對 就是有所謂的 隊伍 我的經驗啦 我在陳公寧啦 慌慌張張 急急忙忙 又比較晚 報到 哎唷 我都還沒搞清楚 我在哪裡 他的隊伍 他會說 立刻 移走了 你知道嗎 我不在隊伍裡啊 他們跑掉 你知道嗎 指揮官說 開動的話 他們就 給我 走啦 然後 我都沒找到我 沒 沒排好 怎麼辦 我很聰明 我知道我的號碼嘛 然後呢 那是又十夜晚的時候 五六點 已經天黑了 所以呢 我就跟著隊伍走啊 我就問啊 你是幾號 你是幾號 我從那個 找到我的號碼 你知道嗎 你33號 我就34號的話 我知道你在後面 我就把它 插隊進去啦 然後呢 我就成為隊伍的一份子 對不對 你怎麼找到你的位置啊 對啊 你要確定你是幾號 你自己幾號 你確定他 找一個人來問 怎麼找啊 隊伍是走的啊 走的啊 你慢慢慢慢找就找到你的位置 然後呢 事情沒有 所以 那個刺 有一個刺序 你知道嗎 排隊有個刺序 刺序怎麼排出來了 就是號碼 然後呢 有那個排 對不對 有那個班 所以 他沒有 沒有排進去就跟不上了 跟不上你知道 所有人都排好的話 你站在哪裡啊 你知道嗎 你不在隊伍裡面的話 你會被囚出來 你幹什麼的 那事情鬧大了對不對 排進去沒事 所以呢 他沒排進去有沒有 不慌 他為什麼不慌啊 沒有來得及啊 因為還沒回來 了解嗎 還沒排好隊 人家已經什麼 開走了 去吃飯了 而且他沒有人陪伴 沒有上座 阿舍黎 阿舍黎說所謂的鬼犯詩啊 就是 出家人 要有 要有人陪伴 要有一個 檢 檢點他的 所謂的糾察吧 阿舍黎應該屬於糾察的 我不太懂了 我們就這樣去理解了 途中獨貴 總之就是一個人回來 對不對 而且 那天沒有運工 沒有供應他吃飯了 所以他只好找著 帶著自己的 吃飯的工具 叫運氣 運工之氣 就是在他所 遊歷的城中 遊歷的城中 就是一家一家的 循著 那個 起食 的 途徑 去 化園 心中出囚 心裡就是 最初是 求者 最後的 彈樂 彈樂是 施主 彈樂是施主 以為斋主 你看他也是誰斋主 對不對 所以 任眼睛吃素的 對不對 可是他是怎麼 怎麼呢 想法就是 不問 敬慧 就是沒有分別 是清淨或 不清淨的不同 哪個叫清淨哪個叫不清淨 撒地利 撒地利 撒地利就是清淨 清懂嗎 就是貴族 撒地利 貴族是 尊敬的 姓氏 那麼 張陀羅是 賤種 聽說是屠夫 做 屠業的 做什麼 他遇到的摩登前女 就是做營業的 那這些就屬於 屬於 撒等的 社會的底層的人 人 所以 社會的有階級的不同 尤其是在印度 就是階級很 很分明 那貴賤就懸殊了 所以 他到底要怎麼去 啟食 他的態度就是 不問 敬惠 了解嗎 不分 他的 出生背景 然後 他的一個社會階級 只要 循著 赤地 而 而求 那如果 有分別的話 那就要躲開了 躲開的意思就是 越過他就好了 你知道這一家是 土業 這一家是什麼 做營業 對不對 或做賭場 對不對 經過賭場該怎麼辦 快付走過嘛 對不對 那他不分 進匯的話 那就 那就一個一個去問嘛 聽說是 問了幾家 超過也不能再問了 對不對 那所以 哪有哪幾家 你可以決定的話 那這個就是要知道這一家是 有錢人的 對不對 那就是說他要什麼 要做到就是 平等的 慈愛 就是給對方 做功德 這個叫做慈 了解了 這個大家的修行觀念不同吧 印度人覺得 修行 只有修行人 那俗人可以修行嗎 能修行就是做布施 所以說 他會說我讓你有機會布施 對不對 我來你家 跟你起司 就是給你做功德的機會 請布施 就是請你做功德 中國人不一樣 他覺得你來起司 你叫乞丐 所以呢 大概在中國拉布莎那個臉 你知道嗎 然後 去 跟人家 起司 所以那些帝王 乾脆就送給你們 一片的莊園 讓你們富有了 可是修佳人又說我們不殺身 你給我莊園我怎麼辦呢 我自己不能 自己跟蹤啊 我就請人來什麼 幫忙種植 我收豬就好了 所以就變了很多的 龍奴 你知道嗎 你自己就變成 地主 那就是 很大的地主 可能比皇帝還有有錢的 地主 所以 這些都是後來佛教要面對的問題 是在中國要面對的 因為印度已經沒佛教了 然後呢中國佛教不可以見什麼 當乞丐嘛對不對 或當地主 那於是 回到這裡來說的話 他要去 其實 就是 給 給什麼 給熟家人 熟人一個機會 也要修行 所以 他要給誰這個機會啊 他就不責為賤了解嗎 就 不會分別他們 的尊貴 或 身份地位不好 他有一個心情就是 發意圓成一切眾生的 無量功德 這是第一點 對不對 第二點就是 他 知道如來世尊 他已經知道 曾經呵斥 虛菩提 跟 大家色 這兩個 大阿羅漢 心裡不夠平等 你知道怎麼不平等啊 就是 虛菩提 是 貴族 大家色 是 大家色 是苦行第一 所以 他比較同情 貧窮的人 他專門找貧窮的人 其實 給他們做功德 因為他覺得他們很可憐 那 有錢人 已經很了不起了 他不覺得他們需要了 那相反 虛菩提覺得 富人該學道 了解嗎 那兩個觀點 你覺得 貧窮學道易 還是 富貴學道容易 所以就有兩個不同觀點 對不對 然後他們一個就是舍貧就貧 一個就是舍貧就貧 就是專門找有錢的 專門找貧窮的各有各的 做法 因此也就是所謂心不均貧 阿蘭就是代表了 是第三個了 了解嗎 就是什麼 平等心 稱為平等心 貧富 這個不論了 該怎麼做就怎麼做 那你說了 這三個哪一個是真理 阿蘭 阿蘭玉姐 阿蘭 看起來是真理 但是他程度不好 所以佛法是沒有絕對的真理 那就是他 心中很 欽佩 很敬仰 如來 還能夠開展 無則 無則 其實就是 沒有任何的設定 然後呢 所謂的 沒有 沒有條件 等等的 阻礙 都 都能夠 目的 都 悟透眾生 開 開 慎 佛法的真理 來 幫助我們 度過各種的疑問 各種的悔報 于是他一心想着想着 就是要平等度众 就是要去启示的话 就不会刻意的避过一些 不该经过的地方 他经过那个城隍 城隍就是 我忘记有水还是没水 可以知道城不是有一个护城河 然后他经过那个城门的一世了 就漫步过了那个城门以后 他就很有威仪的样子 然后很严肃很恭敬的去 求这个 求实了这个灾法 那就是提到他 因为其实的关系 所以一个一个经过到了一个卖淫的地方 就遭遇到会用幻术的摩登前女 这个故事讲起来就很复杂了 简单来说就是 那个摩登前女就是有一个老妈会法术 你知道吗 然后就用了所谓的 娑婆加罗先天凡奏 就迷惑了阿难一路跟着人家 到了人家的房中了 然后在戒体将毁的时候 就被佛所救 因为佛吃饭吃到一半 很开心的时候就发现阿难遇难了 所以他就说灾毙 可能还没吃完 就赶快回来了 国王还有大成长者居士 看到佛怎么那么快就不吃了 就知道有事发生 就居来随佛 就跟着佛一起回到哪里 回到他上课的地方 就是金色的地方 愿闻法药 以为应该有好戏看嘛 当时佛就是顶放百宝无畏光明 光中生出千叶宝莲 有佛化身 结迦复作宣说神咒 这也是很奇怪的记录 这个佛会放光 会有神咒 所以也是后期佛教的特色 佛有那么大本领 就应该不需要到处跑去吃饭了 就应该吃不完 应该不用吃饭才对了 可是他依然要吃饭 对不对 所以这个怪神奇的东西 跟平常东西都放在一起了 你看阿罕经应该不会有 伸缩神咒的佛 所以这个也是 我们也不以为无 因为佛法 佛法要怎么去了解它 应该是要知道它有不同时期 不同的方式 因为宣说神咒了 那个咒就是那年咒 然后听说那年咒就很神 很灵 那就是从这里来 佛就是吩咐就是命令的意思 这个词刚刚说过 就是命令文殊四吏菩萨 带着这个神咒就去护持阿难 然后恶咒就是前面所说的那个恶咒 因为抵不过这个神咒就消灭了 文殊菩萨就可以提讲阿难 还有摩登前女一起带来 回到佛这个地方 听说就是要了了他们的什么 一段素式姻缘 不过眼睛没有在这里 在做说明了 就先到这里来 摩登前女后来 听说也是在佛面前 这个学佛而出家 那是后面所讲的 那主要就是阿难 因为遇到摩登前女的关系 回来就要忏悔 因为是佛派人去把她请回来的 对不对 万一没有去把她救回来的话 那阿难就要还俗了 那阿难回来到底要怎么样表现呢 他就是阿难见佛 刚刚我们提到这一段 就是她对自己多闻而没有修行 表示忏悔 为什么说她有这个忏悔 因为她是被救回来的 所以她说要在问佛怎么修行才是真正的修行 那大家就是也是一样 都很想知道这个道理 所以恒沙菩萨及诸实方大阿罗汉 披之佛等等 修愿药文 修就是都的意思 愿就是希望 要就是很高兴的听闻 这个字有三个音 快乐的乐 然后音乐的乐 喜欢的叫药 人者药山 智者药水 有没有 那这个字就要念对了 所以照看的时候 照对的时候要找 不能用这个字 要用什么 用吃药的药 取其音 才读得出来 退作默然 就是退到一旁默默的不说话 承受佛所说的法旨 可是佛要怎么说啊 刚刚说了 在那个谁啊 在那个原因法师在这里 就把那段大钉就放在这里 那我们说这个不太需要 所以我没有用这个版本 我是用原来的版本 放在他原来的地方 那佛者有三问 第一问叫做 建和圣像发心出家 为什么问这个问题啊 那就是因为他要考验他郁劫的理由嘛 对不对 是因为摩登前女很漂亮吗 这个不是真正的原因 这不是真正的原因 那是他们素氏的姻缘嘛 还有一个理由啦 他们以前认识 这也不是真正的原因 对不对 那我说的真正的原因是什么呢 那就是以分别为心 这才是真正的原因 因为那个分别的心 所以摩登前女很漂亮 因为他们素氏的姻缘才有这个 才有这个空间发挥作用 对不对 你说对不对 那说再漂亮的话 阿兰如果他的定义够深 应该都可以做无常之官嘛 他应该都懂得思念粗啊 没有漂亮这个东西 你知道吗 素氏的人都不知道无常嘛 怎么会被美色所迷呢 他不懂得立刻 就是神念粗 神什么 观身不尽嘛 对不对 然后呢 观心无常啊 对不对 然后观什么无我啊 观受是苦啦 然后他不是有禅定的功夫吗 所以摩登前女很漂亮说不过去 虽然是很漂亮 但是之所以能够迷惑阿兰的话是 花不迷人人之谜 酒不醉人人之醉 对不对 应该是自己的问题 不是环境的问题 再来那个经验的话 也不是不能够超越的 是因为 是因为自己的关系 所以 谈说 那个摩登前女很漂亮 跟 跟素氏姻缘 他们五百年前就是夫妻啦 他们曾经很好 这辈子是来找他的 只有一半的道理 没有绝对啦 没有绝对 那所以 那所以 就是要问说了 为什么就是要问他当初愿意出家的理由 知道吗 就是你出家的理由是 自己 自己觉悟了 还是因为 因为你看到佛的 佛的庄严 如果看到佛的庄严 一般来说 这个理由是可以成立 而且是很殊胜 可是就 任言经来说 这个分别性 反而是堕落的原因 对不对 如果有人因为看到佛的三十二相庄严 而发心学佛 你会赞叹他 对不对 但是如果遇到 像阿难遇到佛一样的 佛就要骂他了 差别在哪里啊 差别就是层次不同 了解吗 这个层次是讲的是 就是要找到一个超越根层的真心 所以真心飞观根层 但是阿难在这个地方就是 以目见为心 以心知为心 所以就是心 濁于根层当中 可以理解吗 我不是 我不是否定 不是我啦 我没有否定美丽的存在 我没有否定 对 是 是 是 那么再加上 他那个姻缘 就是 就是他有夫妻的姻缘 对啊 对啊 所以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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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都不否认 不否认美丽这个理由 跟他们舒适姻缘的一个威力了 但是根本的原因在于阿难对自己 不够了解 他对自己掌握不够 因为他号称是多文第一 然后 重要的是他们声闻佛法就是修订 为他们的要求啊 那是你的专长耶 所以你怎么会过不了关呢 而且刚刚你说了他是出国嘛 还不到出国 还不到出国 你看看 你这个只是出国的程度而已嘛 还不到出国的程度而已 遇到摩登前女 过不了关 还俗应该是天经第一嘛 我们说这个话也有点超过 会不会 或也是情有可原好了 好啊 那就让你还俗吧 有什么了不起呢 就事俗而言 不是一桩姻缘美事吗 对不对 有情人忠诚眷属啊 可是 可是阿难回来 他可以说 师父 你放过我吧 你弟子那么多 不多我一个阿难 让我去结婚去就好了 这也没什么不对啊 可是他回来的态度就说 师父 我错了 原谅我吧 因为我学法不经 没有学到好 你是不是还藏了一首没教我 就是你的那个 三摩禅啊 庙什么最粗方便 请问是什么东东 为什么我没学会 所以呢 事情可以有不同看法 那他为什么会回来 顶你悲气啊 你告诉我 他认错嘛 他承认他程度不好 那好啊 你认错 错在哪里 就是错在他太美丽了 你说呢 好错在哪里 因为素是因缘 你这都是借口 对不对 现在说了 真正理由就是 你不懂你自己 你认为哪一个才是道理啊 因为现在前提是 说你认错了嘛 那认错就要找错的理由 错的理由 如果都是 对方太美丽的话 不该遇到那么美丽的人 不是我的问题 我的修行没问题 是我遇到的美丽的话 那这样的话 这个会就可以散了 对不对 你说素是因缘 那已经事实了 早晚遇到的 那也不是你的错 是以前的经验 那也不是问题了 也就回来了 就算了 对不对 那就不了了之了 现在是要问理由 错误的理由 那我刚刚说了 佛子要考察 要他考察 原因是因为他认错 知道吗 他不认错的话 你也没理由去找他麻烦 对不对 那他认错了 以后还会发生啊 那为了预防这种事情 再度发生 那一定是要追究那个根由 所以说 他请定 定要怎么告诉他呢 这个定就叫做性定 性啊 听懂啊 这个就是根性的性 就是这个 不是会动摇 会改变的叫性 像是会改变的 会动摇的 这叫性 不是的 不是动摇改变 所以叫性 性定 所以叫见性 你知道吗 所以叫闻性 嗯 这个是性定 这是原定 这是妙定 这是大定 听懂没有 我讲了 我讲了几个了 性定 原定 原定就是没有任何的 圆满的意思 没有任何的亏欠 所以叫圆 圆满 周遍 所以叫圆 然后是妙定 妙定 妙定是不可思议的 所以是妙 妙是真正的有 所以是妙 是大定 大定 什么意思啊 大定就是自大无外 就是偏于一切法界 所以叫做大 所以这个定 所以这个定 又别于阿难平常所修的 自信一出的 声闻之定 对不对 那其实佛法 就是通过禅定 来了脱生死 但是 声闻佛法的 了脱生死 就是 不再有生死 知道吗 就不再有生生死死 就是叫做超越轮回 但大圣佛法 要在生生死死 常行菩萨道的话 那要面对 所谓的十八界七大 都能够定得住 了解吗 那这个定 就是 依根性而修 然后依这个 见性闻性而修 所以是圆定 妙定 大定 那要找到 要修这个丁的话 所以 要考核他的心 懂不懂 那他就问他 当初 你 你跟我是同气 同气 同气 是说他们同中 因为他们是亲戚关系 阿难是佛的堂弟 所以有了亲戚关系 就情同天伦 天伦就是 不可以改变的伦理 叫做天伦 像什么 父子 那夫妻是什么伦 夫妻是人伦 人 人际关系 因为夫妻可以离婚 父子反目 可是不能够断绝 父子的 血缘关系 那就是大家有那么深厚的感情 的关系 那你 当初又发心 跟我出家 在我的一个佛法当中 你看到什么殊胜的样子 让你把世间的深重的恩爱 都突然间愿意放下了舍弃 顿就是没有后悔 叫顿了解 没有半点的有意 要愿意放弃 恩爱是什么 父母之恩 夫妻之爱 叫做恩爱 都是情深益重 难以割舍 更何况是顿舍 对不对 佛不就是做得到了吗 他出家的时候不是八十岁啊 二十几岁啊 四十九岁吧 几岁啊 忘记了 他成道是三十嘛 对不对 所以 你刚刚说美丽 他的王妃应该很美丽啊 他的少孩应该很年柔啊 他的父亲应该很需要他辅佐啊 然后呢 他说 就走了 对不对 那这样会不会很不负责任啊 抛家弃子 对不对 然后呢 于父母而不顾 在中国是大不少 大不仁大不依嘛 对不对 那所以 到底看到什么了不起的 让你那么迷啊 是不是脚模 是遇到诈骗集团 然后呢 把你拐走了 所以中国人一听到佛法 要搞出家了 这还得了 这个是什么 人人都都没有了 对不对 所以呢 佛法 就 就 要批佛啊 因为这个是韩玉 还是朱熹 儒家 对这个是 很有意见的 那不论这个了 因为这个 不是我们要讨论的道理 但是问题问到了 就是阿难说 他是看到儒来有庄严的法相 这个可能是摩登前女不能比吧 因为摩登前女的美丽是欲爱所生嘛 他再过三十年还那么漂亮嘛 所以 阿难看到佛的法相庄严 应该比摩登前女更漂亮 可是 他可以出 愿意出家 恐怕也不一样的道理啊 不是因为佛的 佛的庄严 吸引到他嘛 那是表面的理由 表面的理由 摩登前女的美丽也是表面的理由啊 真正的理由是 刚刚说的 酒不醉人 人之醉 了解吗 不是醉 酒本身的浓度够啊 五十八度吸 比三十八度吸够醇嘛 对不对 所以是酒的魅力比较高嘛 不是 是人爱喝酒的理由 对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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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难说的 三十二相很漂亮 很庄严 他说 就像流离的形体 透彻的一样 就让人觉得 这种透彻的清明 不是欲爱所能产生的 因为欲爱是粗浊的 然后粗糙的 混浊的 是心灶的味道很重 交夹在一起 然后是龙血 或杂乱在一起 吃素 吃习惯的话 就不能够接受世间的食物了 因为世间的食物就是 对吃素的人是臭的 所以 法师 出家吃素的话 久了 就应该不能够到世间 世间里面走一圈了 因为世间都是臭的 对不对 有肉味 有汗味 对不对 但是凡夫 就以此为乐 所以 不能够预期所生 就不能发生 所谓的圣经妙明 所谓的紫光金句 那么的殊胜的样子 那你说了 他这个分别性 是不是攀缘庄严啊 跟你说摩登前女很美丽吧 到底是摩登前女的法力高 还是因为自己的 攀缘性不断的结果啊 那很显然应该是自己 所谓的进会之间 就是爱尽物会的结果 对不对 爱尽物会听懂吗 追求清净 然后厌恶物污秽的结果 这个是世间法的理由啊 然后还没有觉悟以前 我们都会有这种所谓的分别的攀缘 那分别的攀缘要如何的去面对呢 那就是要知道 我们有一个以自我为 为我的执着 这个自我 其实就是追求美好 那也就是 我们会攀缘心中 以为是好的东西 心中以为什么是好 锦衣美食是好 对不对 应该是见吧 好意勿劳是美好 对不对 那就修行人来说的话 就是 找到 找到什么 找到解脱 找到庄严 是美好 对不对 那应该是说 打坐 比打批好 是不是 打坐比打牌好 对不对 那所以我们就是说 修行是好 享乐是不好 对不对 那这个分别 在什么时候可以成立啊 在要讲 善恶有不同的时候 能成立 知道吗 打坐是善法 打批是恶法 对不对 那是不是有善有恶 有善有恶是路到的 路到的基础啊 可是到了一个程度以后的话 就是要超越善恶 是不是 那现在讲 那年新 讲这个如来将新的话 是高级的 高阶的佛法 那阿难已经代表的是 你说的 快到出国嘛 还没到出国没关系 可是我们连出国都摸不到边了 所以他是大有成就的人 学佛很久了 可是他还依然停留在出国 现在我们就说了 这个法 不是从世果来谈的 知道吗 他超越世果的范围了 所以呢 要 要探讨的就是 要有更根本的了解 就是超越这种善恶的分别 或善恶的相对 所以 阿难听懂 佛听懂了 阿难从佛剔落 就依世间法而言的话 这个出家理由是很殊胜的 可是就 那年经来说的话 这也是 也是什么 堕落之因 是吗 那既然你说的话 本来是看到佛法的美好而出家 那现在变成是 也是 因为这个心 而堕落的理由 那这个心到底是什么心啊 他说 这个心是攀缘心 了解吗 攀缘心好不好啊 攀缘心一般来说是不好 但是世俗不就是以攀缘为心吗 所以就世俗而言 攀缘并非不好啊 并非不好 攀缘算不算也是路道因缘呢 那我们念佛号不就是攀缘佛号吗 那我们打桌不是攀缘缘缘缘吗 所以攀缘没有绝对不好 攀缘是路道之缘 那为什么我们都那么深悟痛觉 攀缘为心呢 会不会也是一个偏见成见 没有觉悟以前讲这些 其实都是偏见成见 对不对 能够善用攀缘也是学习佛法的很好的因缘 各位知道吗 但是为什么佛要在这里 要对阿难狠狠地教训 因为他不知道攀缘心 而不是攀缘心本身有问题 是不是 他不知道攀缘心 所以他会一再攀缘 在攀缘当中不知道攀缘才是问题所在 要被佛一再说了 无有是出的话 他继续攀一个新的缘 是不是 那再攀也攀不过七个 你知道为什么 不是八个 也不是五个 前四个是凡夫的心 我们下一次要讲七处真心 前四个是凡夫 后三个是修行的心 那我们说了凡夫的心不对吗 我们说过了 如果凡夫的心有不对的话 那圣人修行的心总该对吧 对不对 依然不对 依然不对 因为你不知道你在攀缘 那如果说 圣人的心是对的话 那凡夫的心也没有不对 那我意思是说 其实七个都对 错在哪里 错在你不知道自己在攀缘 那所以 佛就要开始跟他说了 先说正面道理嘛 就是大家要知道 一切众生之所以从五死以来 会生死相续 就是不知道这个真心 真心是什么 我刚刚说过 真心就是 就是 如来张心 懂吗 如来张心在哪里啊 在见性 所以 我们应该这样去理解 都不知道见性是心这个道理 好不好 我要换一种方法来跟各位说 因为我们 在讲常驻真心 当 在这个说法当中 会说 那那个叫做妄心 那个叫做攀缘心 另外还有一个心 叫做常驻真心 对不对 见说不容易懂啊 你只不过是 你只不过说 妄心不对真心是对而已啊 问题 你也不知道妄心为什么不对 你也不知道真心在哪里 听了等于没听嘛 所以这个不好让人懂 我说啦 我们是不知道真心 这个真心就是见性 对不对 它的特质在哪里呢 它就是 就是 以 以静明为体 知道吗 这个真心的 本质 就是以静明为体 静就是清静 明就是光明 明是光明 明是本有的光明 本有的光明 就是说 它自己会发光 然后 然后 静的话 它是什么意思啊 你会说清静 什么叫清静 非根非诚 叫做清静 可以吗 既然非根非诚 就非识 所以 什么意思 它不是十八戒 任何一法 如果是任何一法的话 它就是 每一法都有它的什么 有它的作用 在眼为见 眼睛可以听吗 眼睛就不能听咯 在眼为见 就眼不能听 因为 是静的话 它就是非根非诚 非根非诚 就是非眼 非耳 那也就是说 它不能够 只有看 它也不能够 只有听 但是它就可以看 就可以听 不只是可以看 可以听 它耳朵就可以看 眼睛就可以听 这个叫静 可以吗 所以 心静明体 这样的话 它超越一切 但它不是这一切 所以 是光明的所在 它以这个为体 对不对 所以 清静有体 妄心无体 后面要去区分这个道理 可是凡夫不懂 只是用 用分别的妄想 分别的妄想 其实也就是 用六四的分别 六四怎么能分别呢 因为目见而行之 那这个分别的妄想 是不是真实了 不是真实 就是因为不是真实 是以幻为真 然后呢 迷幻作真 所以 就在妄中 轮转 轮转 轮转什么 什么叫轮转 就是在十八界七大当中轮转 对不对 对不对 见比较好懂吗 对不对 那如今你想要研究 追求的是无上的菩提 然后 然后 要了解她 她的真发明性的话 就是要执心 不要外心 直直截截的 讲一个道理 给我回答 愁我所问 这是第二问咯 知道吗 第一问她 因为什么而出家 知道答案是什么 以攀缘心 攀缘佛像的庄严而出家 听到吗 以攀缘心 攀缘佛像而出家 那这个佛像代表的是庄严美好 所以你今天为什么会遇到摩登前女 不能拒绝 不能拒绝 以攀缘心 攀缘摩登前女的美丽 又受到过去数十因缘的业力迁移 所以 你不能脱离那个咒语的威力 对不对 那就是同一个心 都因为你不懂得常住真心的结果 如果你懂的话 可能不同的结果 那她说 再问你一个问题 十方如来都是没有差别 同一道故 就是十方如来都是因为有一个共同的追求的目标 然后就是要学佛而成佛 因此 初离生死 就是要以执心为要求 心就是执的关系 所以 在所谓的中始地位当中 这个中间没有各种的委屈的样子 那现在就直接来问你了 就是 你当初发心 是 刚刚说的 是攀缘于如来的三十二相 对不对 当你发心要认三十二相的如来的时候 你是以何所见 谁为哀乐 就是问说 你用什么来见 因为攀缘佛像 那必须要有所依嘛 对不对 那你依什么来攀缘的 然后攀缘的结果 不只是攀缘 而是有决定的 你依什么来做决定 那阿兰会怎么回答 这是第三个问题 阿兰怎么回答 他就是说 用我心目 了解吗 就是说 我因为眼睛看到如来的庄严法相 心里就觉得十分的喜爱 对不对 所以我发心 愿意捨去 这个生死 也就是愿意出家的意思 那这里就是所谓的 目见 跟心知了 对不对 但是这个答案佛怎么说明呢 终于知道了 你的攀缘的根源在于目见心知 那这个目见心知要怎么面对啊 佛这段话很有趣 他说 如你所说 真正所谓的爱乐所在 是起源于有心有目 对不对 如果不知道心目所在 就不能赏福烦恼 哇 他把这个攀缘心 视为烦恼 产生的原因 因此 陈老 烦恼 要不要赏福啊 要赏福 原来是要对付这个心目的 所以此心此目是烦恼根源 应该要打倒的对象 譬如国王 国王其实比喻真心 有没有 国王比喻真心 为贼所亲 贼是谁啊 贼是心目 听懂吗 所以 要 要护卫国王 要打倒倒贼 就是要发兵讨厨 对不对 那么兵要讨厨 这个 兵代表什么 兵代表是修行 要动用各种的修行力量去逃出这个犯贼 就是心目 那要不要知道贼在哪里啊 不知道贼之所在要如何去逃出贼窝 所以啊 现在 思路流转 这个 看到佛像的庄严是流转之音 跟看到摩登前女 也是流转之音 对不对 对不对 所以 不要问摩登前女是不是美丽啦 她有过去世的数十姻缘 就足以让她什么 让她逃不走了 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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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道吗 逃不走什么 那个 对方的纠缠 但是 真正问题 不在于对方的纠缠 而在于 她自己 本身 心目为咎嘛 就是所谓的 心 是 是什么 是攀缘 所以时辱流转 你的心目为旧 错在你的 以心为攀缘 以目为鉴 对不对 错在你 以心为攀缘 以目为鉴 你还不知道啊 我问你了 你的心目在哪里 阿兰知道吗 阿兰表示的是不知道 但他有七个答案怎么会不知道 对不对 他有七个答案 应该是知道 可是所以不知道就是 就是他在 攀缘中 因此他是攀缘了 七个答案 作答 他攀缘了凡夫 凡夫的 凡夫的心 他攀缘了修行人的心 凡夫的心 有四个答案 那修行人的心 有三个答案 合起来七个 所以他依然是以什么 以攀缘为心 如果不是以攀缘为心 七个答案都是真心 这是我的看法 这个很不一样 你去听听 现在人来讲 他们是在讲 七处真心 或七番破处 他是在讲十番显见 可是他不是在讲 真心的道理 他不是借七处真心 不是借七处破处 来谈认识虚妄心 不是用这个道理来 来觉悟真心 他只是在讲 那个道理 那个道理也不是经文的道理 那是谁的道理 原音法师的道理 讲的是谁 昭光的道理 昭光有创建 有见地 能够讲出 扔眼睛的道理 但是你借他来说 不能借着说 你是照着说 能不能听懂 照着说跟借着说 有什么不一样 照着说 依文而读 照着稿来读 照着说 借着说 就是 是一个方法的运用 那你知道吗 经典本身 呈现的是一个道理 那有方法来打开 那我们有个问题了 一心三观也是个解经的方法 对不对 舍是用根也是一个方法 用方法来说的话 那就必须能够 懂那个方法 借着说 不懂那个方法 只是照着说 大部分的 都是这样 所以有些人 打着昭光的名义 讲十番显卷 讲的是头头是道 只是照着逻辑而说 可不能够 借这个方法 来借着说 我现在是 有一些 这些体会 所以要如何的 借着说 那就不局限于 不局限于 教光的 理论了 你知道吗 我们不要距离在他的理论 在做分析了 我们要突破理论的先知 去了解他的意思 所以 微信与目 今何所在 阿兰怎么说呢 他很简单会说 眼睛在脸上 没有分别 就算佛也是如此 那么心在哪里 第一个答案是 心在身内 那不管是 心在哪里 这个答案 是哪一个都好 都有一个 共同的特色 就是目见心知 心在身外 也是知 心在无处 也是知 心在七个地方 都是知 只是你问我 他在哪里 我就告诉你在哪里 那目见心知 不是真心 因为真心是 见性 见性就是 在如来葬心 可以吗 那如来葬 如来葬 如来葬 如来葬是什么 如来葬是 在一切法中 又不是一切法 你要见去觉悟 对不对 但是 他是在见心的话 那必须是跟眼根有关 从眼根 而见到 那现在就是 就是 第一卷 要先 借阿难 玉洁 归来 请定 再来谈他 修行的盲点 就是 以心目为之 以为 眼睛能见 心能攀缘 就是心的所在 而这个妖命 还有一个问题是 眼能见 他已经 已经 不以为意的 被他 很轻忽了 就隐藏起来 当佛在问他 为心与目 今何所在 他就谈 这个心知 其实他的心知 是 是以目见为 为内涵的 但他没有很 很清楚 所以佛问他说 你的心 既然是在身内 那应该看到 心肝脾肺肾 对不对 那心怎么能够看到 心肝脾肺肾 这个在常识里面 违反 就因为这一点 违反 他要换个答案了 对不对 所以说 他应该要提出来 心 在身内 不能看到 心肝脾肺肾 它不是什么 它不是目见 的原的结果 那既然如此的话 目见心知 是一个相对的 是一个相对的理论 意思就是 目有所见 心有所攀缘的结果 那这个格局 是为师的格局 你知道吗 目见心知 这个是为师学的格局 那为师学所说的心 就是一个旺心 那如果为师学所说的心 要有一个真心的结果的话 他要有一个理论做过度 这叫什么 转世成智 转八世为师智 所以为师学也不是不能讲 对不对 但是阿难这个地方 他没有彰显出 那个为师学的理论 那是因为 因为是从如来章来讲 如来章就不讲转世了 他直接提什么 提真心 所以要破你那个 目见心知是假的 听懂没有 要提什么 一个心的理论 见性是心 那如果你照着 那个目见心知的理论坛的话 那就是转世智 转世四 不不都错了 因为快结束了 转八世 转八世为师智 他有一个转的理论 你听懂没有 那有一个转一的理论 所以转的结果的话 转的结果 不是要慢慢转吗 要先转谁啊 不是有一个逻辑吗 然后既然有慢慢转的话 一个一个转 那是不是一个一个面对啊 所谓的八世是不是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啊 可是你讲真心的时候 然后就不是这个逻辑啦 因此啊 这个是如来藏的系统 那你要讲如来藏 就必须回到如来藏来说嘛 对不对 应该是这样 那所以如来藏会怎么讲下来呢 他就是说实犯显见 了解吗 第一个是见性是心 第二个是什么 见性不动 然后十个说杀来 然后就把真心的意义 通过见性而发明而无疑 那见的话 后面他就会讲什么 事可其大了 他就不再讲见性了 对不对 他就会讲说 这一切都是本如来藏 妙真如性 这个时候就是 一意诸法 非因缘 非自然 就是如来藏的意思 那认了如来藏的话 那这一切就是 就是 有他的根源的体悟啦 今天大概我们就是见趣来说明 下一次我们就讲七处真心 但是七处真心要怎么说 我们分了好几次 各位知道吗 所以我们会慢慢说 这次不急着说了 反正说到说不下去就不说 那所以我们七处真心就讲三次 然后就告诉阿难 七处不是心 因为 因为 忘心也是五体 要知道这个不是心 然后呢 再来说告诉你 心是什么 心是见性 心是不动 心是不灭 心是不失 然后说十个道理 就可以做决定了 就可以觉悟了 对不对 希望今天上课 各位有些发喜 有些体悟 就不枉大乐天 那么辛苦来了 那我们最后准备下课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